美国就是要活生生的要把自己的路堵死 你看前几天商务部长雷蒙多开了个会 在座都是高科技公司的那些CEO大佬 他在会上这么说 说不让你们把半导体高端芯片卖给中国 你们就得要听话 不能不听话 不能绕圈子 实际上这几乎就是点名英伟达CEO了 黄元勋 黄元勋他的英伟达 不是有芯片不让卖给中国吗 结果他重新设计一种新款的 让我开雷蒙多商务部的限制 然后继续做中国的生意 这次雷蒙多大概是气急了 气急败坏了 明说你们不能这么绕圈子 你今天要是说重新再设计一个的话 明天我就要出台一个新的措施来限制你们 那意思就是说你干脆就别想那么干了 对吧 而且他说的这句话是什么呢 你看啊 尤其是这个人工智能的芯片啊 说他说中国不是我们的朋友 Chinese not our friend 他说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的话 这个比你们的短期收入更重要 他说我知道在座你们这些执行长们 对我干的这些事啊 心里他肯定不舒服啊 心里面有点狂躁 因为呢 这会让你们的营收受到损失 他知道了 但是说没办法啊 这个就是生活 他说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比短期的这个收益的损失更重要 这已经说明白了 就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你们就承担损失吧 其实这个东西是不是涉及到 美国的国家安全 谁说了 也不知道啊 我想呢 连林梦多自己说的呢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他也不一定知道 就是为了不知道的原因啊 为了这个这个见了影子就开枪啊 这个即便是幻觉 那么呢 也把它当成是真的 那也就是说呢 为了这个拜登团队的那些幻觉 要把幻觉当成真的啊 你们必须自己承担损失 你们必须啊 把这些经济的损失 自己吞下去 活该倒霉撞了那墙 但是呢 联邦政府的话呢 在这方面绝对不会啊 给你们做些什么样的补偿啊 补贴啊 别想这个啊 这个一切都没有 那么咱在这呢 必须要不厌其烦的再重复 重复重复 重复这么一点 就是说我们生活在美国 这些华人朋友们也都是希望两边都好 希望美国好 也希望中国好 这个 这个媳妇啊 这个站在这个中间啊 就是一个是娘家 一个是婆家 希望婆家 娘家都都很好 相处得很好啊 这个和睦相处啊 没有什么矛盾啊 这样的话呢 媳妇才好处 不然的话呢 任何一方出了毛病啊 媳妇的这个 这个位置上啊 都 心里边都烦 那么现在雷蒙多呢 明明白白的说 中国不是朋友 而是我们的这个最大的威胁 你看这个话说的这么重 那这就把这个可运作的空间呢 全都给这个剃除掉了啊 把你能够钻到空子啊 这个所有的漏洞都堵上了啊 那么雷蒙多呢 认为啊 这么一堵漏洞的话呢 那就万事大吉 那实际上是不是万事大吉呢 咱们啊 这个且听且看下去啊 你要把中国当成敌人呢 那就没有什么二话好说了啊 关键是这样 中国有没有把美国当成敌人 我们从上一次这个旧金山 中美两国元首的峰会的 谈话的那些内容上看啊 我们有一个感觉 就是中国呢 没有把美国当成敌人 只是在周旋 只是当对手在周旋啊 这个中国方面说呢 以前说啊 太平洋够大 融得下中美两国 那这次的表达呢 更范围更宽了 要世界够大 融得下中美两国 也就是说 中国没有把美国当成敌人 那么美国呢 是把中国当成啊 竞争对手 这是这只是嘴上说的 但是实际行动的话呢 正像雷蒙多说的啊 中国不是我们的朋友 潜台词呢 就是说 要把中国当成敌人来看 加在这个当家的话呢 咱们说啊 不光是华人呢 在这个事儿上很难为 连这个美国的企业也很难为 你像美国的企业 像这个黄尼迅 他们那个英伟达啊 NVIDIA 不光是英伟达这个公司啊 还有其他的那些这个公司啊 包括英特尔啊 高通啊那些 他们都要盈利 他们都要赚钱了 他们都要把这个公司运营下去啊 在一个企业 你说在美国生存啊 你靠什么 你靠自己的研发团队 这是这个这个产品啊 精进的这个基础 另外的话还要靠市场啊 有哪一个公司 哪一个企业 哪一个这个商家 他说我不管市场怎么样 我我就埋头干 我呢 你埋头干你的 那出来的产品 你给谁啊 因为什么呢 这个生产一端啊 这个科研一端 还有那个市场一端 这是互相 这个 他们之间一定要互相互动 没有互动的话呢 这个产品它就没有活力 你看我要是他们这些总裁的话呢 当然咱也不是啊 这必须考虑这个市场的因素 还有自己的研发团队的这个这个因素啊 两者之间呢 一定要配合的这个 咱们不说天衣合缝 一定要配合的良好 那我研发出来新产品 比如说像那个苹果公司 就是这样 从一到二的 你看现在苹果都15了 那一代一代的更新换代 他们就得呀 一步一步的搞研发嘛 这一步一步的搞研发 它的活力 它的动力在哪呢 就是市场上的反馈 我一个产品 我卖出去了 消费者说这个东西也挺好 但是还有一些什么问题 那么反馈给公司之后呢 它的研发团队要这个 做这些研究 要做些这个改进 比如说这个苹果15 Pro 它的这个 这个手机要过热 为什么呢 它这个用3纳米的芯片 它这个速度相当的快 速度相当的快的 这个最大的优势 是玩那个手游啊 特别的来劲 不卡 但是呢 它的这个运转速度一块的话 手机发烫 那手机发烫怎么办呢 这就是问题的 这就是市场的反馈啊 反馈到公司内里面的话 这些科研人员呢 一定要这个做下来 研究这个问题 那当然呢 现在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的话 就是取消一些APP 但是取消一些APP 这只是临时的手段 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那个办法 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 现在还在他们的研制之中呢 那这个很明显 一个公司 一个企业 尤其是高科技公司 要赚钱的话呢 就要把自己的东西卖出去 把自己的东西卖出去之后的话呢 赚回钱了 才可以啊 有足够的资金 去搞这个研发 才搞这个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有了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那么的话呢 就保证自己的产品呢 不断的更新换代 不断的啊 这个适应市场上的 消费者的那些需求 这样的话呢 整个的公司 这个产品呢 才有活力 那站在更高的一个 这个高地来看啊 美国的这个科技 这个方面的领先呢 让雷蒙多这么一搅换啊 就是有点负面的 上到这个这个作用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现在美国的这个优势 也就那么几个的 军事优势 科技优势 对不对 还有话语权优势 还有什么这个金融优势 那科技优势这方面的话呢 啊 要是说能够保持一种领先的状态 它必须要有这个活力 那么呢 在这个保持活力的 这个过程当中啊 它把市场那一部分啊 它卡断了 硬生生的卡断了 这个对于公司的发展 那是绝对啊 这个不利的 那不利在哪儿 就是说我这个新产品的 一代一代的研发 我就缺乏动力 那就是以后有可能会慢下来 弄得最不好的情况之下 就是停下来 那美国的这个科技领域 如果说是慢下来 停下来的话呢 别人不停啊 尤其是中国不会停啊 所以这就这个连带的 说到这个 下一步的问题了 就是说我这个好的产品 中国市场上需要的产品呢 我不卖给它 它会不会啊 就自主搞研发 那当然会了啊 因为这么一来的话呢 必然是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刺激力 这个刺激力的话呢 就会啊 刺激着中国自主搞研发 你看有一些东西啊 西方国家开始呢 就是想这个拿中国一把 比如说高铁 这个西方国家 西门子的那个高铁啊 关键技术不卖 哎 中国潜心研制十年的话呢 终于突破了这个技术的瓶颈 那现在中国的高铁 现在世界第一啊 还有呢 中国的空间站是全新的 美国的这个主导的空间站呢 现在已经老旧了 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 对吧 还有中国呢 现在已经有了这个超高音速导弹啊 俄罗斯也有 不知道别的国家有没有 但是美国的这个超高音速导弹呢 还在研制的过程之中 还没有出来呢 这不是已经明显的落后了吗 再有说像这个民生方面的这个电动车 电动车不是有趋势吗 你看美国很多个州都已经立法了 到2035年呢 就是全面这个停止这个生产和销售 那个燃油车 对吧 而要全力推广和普及啊 这个电动车 那电动车呢 现在做的最好的啊 哎呀 除了这个特斯拉 特斯拉的那个 那个电动车的关键的部分是电池 它一部分是跟中国合作买这个电池 还有一部分是跟韩国合作买这个电池 但是中国的这个动力电池 跟韩国的动力电池相比一下呢 这个中国的动力电池啊 性价比最好啊 韩国的那个电池呢 也也不是说这个不行啊 这个稍微差一点 它续航能力差一点 充电时间呢 这个慢一点啊 就是差了这么一点 但是呢 差了一点 那就差很远 对吧 你看像美国的福特汽车 要跟中国的宁德时代合作这个项目啊 现在啊 还积极可危呢 啊 这个前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工会罢工啊 这个结束了之后啊 现在稍微缓了一口气 但是呢 紧接着这些国会方面呢 啊 又要出难题了 那现在呢 拜登政府又又又出了另外一个新的规定啊 就是说 对于电池方面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那这个对于电池方面的进一步的呃 强化这个限制呢 有可能啊 这个福特厂跟中国宁德时代合作的这个项目啊 又要搁置了 你看从这个军用到民用啊 这个中国在好几个领域啊都领先了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美国最应该做的就是赶紧啊 这个加快脚步冲到前面去啊 把这个距离拉开 但是现在不是啊 现在这个雷波多那横刀立马啊 跟那个大将军一样啊 这个此路使我开此处是是是我栽啊 要想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 你留什么买路钱 你等于是在这个企业在前进的道路上设置重重的障碍 你不是为他们服务啊 你是为他们这个找麻烦